上海中心气象台于2022年9月14日16时零分 更新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根据观察 台风梅花14日15时 位于上海浦东南汇嘴南偏东217公里的东海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 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 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台风来到的晚上 上海市民一个个都打着伞 在下雨的傍晚排队做核酸 僵化的核酸制度让上海市民吃尽了苦头 举个例子 此前8月14日 上海市教委权威发布 上海中小学生 包括幼儿园的学生和老师 核酸每日一减 这一政策令文具店的卡套大卖 因为所有的家长都要给孩子准备核酸码 要准备卡套 把它套起来 多次卖断货 不少家长质疑核酸一天一减的合法性 安全性 认为48小时核酸或72小时核酸就够了 但面对孩子不做核酸 无法顺利上学的威胁 家长们只能选择妥协 上海虽然表面看 相比上半年的封锁已经松绑了 实际上后面随时存在着 再次封城的危险 上海市民应早点囤积一些食物 以防到时候又一次措手不及 再次封城的危险 再次封城的危险